众所周知 从2017年起 王果台每年都会推出 新一季的《向往的生活》 更难得的是 几乎每一季《向往的生活》 都能斩获收视与口碑的双丰收 且说临近2022年的年底 《向往的生活期》 也正式进入了前期筹备阶段 这波近日有媒体高调曝光出 《向往的生活期》的首批情报 由上途可知 《向往的生活期》的常驻嘉宾 依旧是五位熟面孔 分别是何炯、黄磊、张艺兴 彭玉畅还有张子峰 其中黄磊、何炯、还有彭玉畅 算是《向往的生活》系列里的 元老级成员 更是《向往家族》的代言人 而张子峰和张艺兴 则分别是在《向往的生活3》 和《向往的生活4》之后相继加盟 《向往的生活》系列 在飞行嘉宾阵容方面的表现 向来堪称是一出手即王炸 首先要重点介绍的三位飞行嘉宾 当属沈腾、玛丽、还有贾灵 其中沈腾、玛丽此前已经加盟过《向往的生活6》 并成功带动了一波热搜话题 想来这也是节目组决定续签的关键原因 反倒是贾灵的加盟成了意料之外的惊喜 说起来此前多次有传闻称贾灵会加盟 《向往的生活》系列 但最终都被证伪 如果《向往的生活7》真的能请来贾灵 这一季节目的收视率 无疑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有必要指出 爆料名单里剩余的几位飞行嘉宾 也很有话题性 吴磊和王鹤丽 是当下人气最红的两位新生代艺人 其中 王鹤丽自从靠着仙侠剧《苍蓝绝》爆红以后 立即成了很多热门综艺眼中的香菠菠 说起来 吴磊和王鹤丽这两人的长相就非常像 如果两人一同在向往的生活期里出境 节目组估计可以借此玩一波 失散多年的兄弟梗 黄渤的归来同样让人感到欣喜 有必要指出 黄渤和沈腾 马力等人 都是备受国人喜爱与认可的优秀喜剧演员 希望这几个人凑在一起后 能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欢笑瞬间 最后一位重量级飞行嘉宾 是知名作家于华 在向往的生活期里 他对标的对象应该是第六季的 许之远和刘振云 最后 在不久前的乌镇戏剧节上 何炯和黄磊曾透露称 节目组目前已经在寻找 第七季的录制地 而根据媒体的爆料 向往的生活期 将会在2023年4月后上线 你期待向往的生活期吗